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哇 偷里谢家人们 这是男生能用的小便池吗 啊 这也太变态了吧 你脸缝了 来 让我看看 反人类设计 哎呀 阿白我呢 一提到这个系列啊 这个脑袋 怎么往期的反人类设计呢 有看过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反正就是 怎么立天怎么来 准备好大家的这个降压药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么在视频开之前呢 问一下大家大家知不知道 视频下方有个大拇指 大家如果长按三秒钟的话 就可以获得20的经验值 那强健两亿中国 啊 这谁设计的 这不是这文字编排 有问题啊 我读第一遍的时候 我还没发现出来 就是哪里有问题 结果我现在越看越怪啊 什么叫强健 审核大大 不关我的事啊 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吸盘是按摩器 暗吞 等一下 这个东西是按摩器 为什么它的形状这么的抽象 这个形状真的很怪啊 兄弟们 这应该是我想多了啊 这个 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确实可以叫这个按摩器 按背 按足底 还真能按 哦呦 白袜 哦 这形状 按吞 按吞 哎呦 还挺好用的样子啊 兄弟们 这么一看 这个项目我棉白投了 好吧 赶快给我量产 就是这个形状啊 就是有点 感觉不太对劲啊 啊 这是马路 这是 哎呀 兄弟们 哎呦 我头疼了 兄弟 就我一看到这个路啊 我就头疼了 这个路怎么走嘛 啊 这个直接凸起来了 不是我就想问 这个是人类可以设计出来的路吗 到我们旁边的店里 他的卫生间 你说要怎么上 这个台子好像有1米2 哇 笑死我了 这个 我觉得啊 站在这个上面蹲坑 绝对非常的酸爽啊 恐高症都犯了啊 真的好吓人哦 又来 哎呀 我见到过好多次这个荡秋千厕所了 我的天呐 不会这个设计已经在全国开始普及开来了吧 大家都一起一边荡秋千一边拉打币 自由飞翔 我的天呐 真的给我气笑了 家人们 真的给我气笑了 嘿嘿 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哇 Holy shit 家人们 这是男生能用的小便池吗 啊 这也太变态了吧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个小便池 它是一个人的这个嘴唇 啊 脏的嘴巴 哎 迎接这个 尿液啊 你别说 家人们 这个啊 还挺 色的 我就问一下屏幕前的广大男性们 你们想去试一下这个小便池吗 啊 我还挺想去试试看的 不要 这啥啊 你救救我 救救我 啊 救救 啊 啊 哈哈哈 延起来了 我才看明白 哎呀 快来救救他 他们外星人 哎 家人们 这个衣服还挺有意思的 我真的感觉啊 挺挺有意思的 啊 高跟鞋 不是 这 这 这个按钮 我这是干什么的 这个高跟鞋 它不会是一个火箭烹射器吧 啊 只能说这个高跟鞋多少沾点这个赛博普克了啊 这个设计 酷 回学校了 回学校了 哇 又可以合适 有双排了 嗨 兄弟 你也在这边拉答辩了 哎呀 太巧了 我们来双排吧 你脸红了 来 让我看看 这是T恤 这个你跟我说它是T恤刀 哎 兄弟们 我觉得这个应该真的不是T恤刀 这是陀螺吧 啊 你把椅子放在这儿 这个 这个小洞里面 设计师 你过来看看这个地方怎么能坐吗 啊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但凡来一个高一点的人就坐不下去了呀 啊 这个设计让我有点 大开眼界了 我没看错的话 这边应该是车库啊 那这个车打开的时候还可以玩过山车 这个车子要怎么上去 或者怎么下坡呀 我的天哪 这是用马桶改造成了这个烧烤 架子吗 可以啊 非常的有创意啊 但是就是这个味道的 要分叉呀 OK 既然那咱们这一期反人 类设计啊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挺有意思的 如果大家想看 下期就不要忘记给阿白长按大拇指 拜拜